画面中的人名叫汪勇 今年35岁 是一名快递小哥 疫情期间 他瞒着家人做志愿者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 协调推动网约车企业参与接送医护人员 且带领其他志愿者保障医护人员就餐的问题 搭建起一条医护人员后勤保障线 五四纪年节来临之际 汪勇荣获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辰 在疫情来临的时候 当代年轻人站了出来 撑起了一片天 我认为当代年轻人在这个疫情情况下 撑起了他们应该撑起的那片天 那个疫情期间 大家都认为很危险 连出门都是一种危险的时候 他们都坚定不移地来坚守自己的岗位 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每个人应该都能考虑到 他自己出来做这些事情 面对的是什么 面临的是什么 我想他们都考虑到的 而他们考虑到的同时 还在坚守这些岗位 能看出来他们的担当和他们的责任 汪勇将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写下的回忆录 制成了一本金银台日记 希望能记录这场疫情中 80 90以及00后群体 在面对突发大事件时 表现出的坚韧和顽强 前面会有一些什么 一些事情发生之后 有一些舆论就是 80后是垮掉的一代 90后是老残的一代 00后是被游戏毁掉的一代 但可能我真的想说 那个是很片面的 就是可能一些极少数的人 体现出来了一些东西之后 被报道之后 大家这么说 通过这场疫情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这些年轻人的担当 对于获得的众多赞誉 汪勇表示 在这场疫情中 每一个人都是拿命在扛 笑称自己只是组局者 我这个人以前没有什么资源 毕竟就是一个普通的 顺丰的一线小哥嘛 也没有太多人脉 也没有什么钱 之后 其实能解决这么多问题的话 一个比较贴切的 他们给的称号就是组局者 就是我在只有一个人的情况下 之后发现了很多问题 之后有很多的人加入进来 我就看是什么人加入进来 我们组织在一起 解决什么问题 就这样的不停的 组一个一个的局 解决一个一个的大问题 在汪勇看来 像他一样的人还有很多 自己只是恰巧被放在了聚光灯下 他表示 这些荣誉对自己有加持的作用 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这对我以后的人生的话 肯定是一个加持的作用吧 就是我有这么大的荣誉在身上 我一定要把它发挥好 一定就像在疫情期间一样的 我获得那么多的帮助 我一定要把这些力量用到他该用的地方 发挥出去才有意义 就不然的话就觉得很浪费的 目前除日常工作外 汪勇还在持续通过自己的号召力 以及掌握的各类资源 参与为受疫情影响的老年人 学生等群体提供公益服务 比如为1000户孤残老人 发放全年基本生活物资 为4000余名高中困难学子 提供每年3200元人民币助学金 汪勇表示 国家的强大和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人的付出 希望这一代年轻人 能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 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 为之努力和奋斗 借交借照吧 借交借照定下心之后 认清自己之后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为之努力和奋斗 再就是找到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价值所在 还有如果有能力的情况下 多去帮助他人 这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